《楚元王世家》是史记三十世家的第二十篇 本篇虽名为《楚元王世家》 但实际上记述了西汉初年 刘姓、楚国和赵国的兴衰历史 楚元王刘娇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 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都、彭城 刘娇死后两代,王务即位 因在为伯太后扶桑期间犯了私奸罪 被削去东海郡封地 后来她和吴王刘毕合谋反叛 被汉将周亚夫所败 楚王务自杀 平定吴楚叛乱后 孝景帝想恢复吴楚之后 渡太后认为吴王没有起到为汉室表率的作用 反而带头叛乱 不建议恢复吴王封号 因此刘娇之子刘礼被封为楚文王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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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被吕太后镇杀 刘友就被吕太后封为赵王 赵王刘友的王后是吕侍女 但刘友宠爱其他姬妾 遭王后嫉妒 所以向吕太后禁言 吕太后召见赵王后将她活活饿死 此后吕太后将梁王刘恢改封为赵王 她的王后也是吕侍女 她同样有其他爱妓 同样遭到王后嫉妒 并将她的爱妓震杀 刘恢处处被吕侍监控 后来自杀 刘恢死后 吕太后想把代王刘恒分为赵王 刘恢谢绝 说愿守代国边疆 因此 吕太后将侄子吕璐封为赵王 吕氏被灭后 刘友的儿子刘岁被恢复为赵王 后来孝文帝分了赵国的和坚郡 将刘岁的弟弟刘辟江封为和坚王 和坚王传给其子刘福 刘福吴子绝后 国号被废除 封地收归汉朝 赵王在位二十多年后 吴王刘弼 楚王刘悟 合谋反叛 赵王也起兵 后来吴楚兵败 赵王被汉军所败后自杀 从此赵断绝了后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